大年初二 七年快樂 七年快樂 二就是雙雙對對的意思 那所以 通常台灣的民間許主要 今天要回娘家 那回娘家到底怎麼回娘家 當然就坐車嘛 剛不走路回娘家 真的覺得你 你的冷笑話 一定要在大年初二一大早 做這種事嗎 好 初二回娘家 我問你好了 初二回娘家 然後有人家住很遠 然後有人家住比較近 有人直接住在娘家 那他們 有各自不一樣 回娘家的那個建議 通常台灣的民間許主 初二回娘家就是 天才要回家 去拜這個岳父岳母 跟他們拜個年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要早去早回 當然早去早回 不是說你早上三點出門 早上去就回家 當然不是 所以早去早回 早上去 傍晚之前要回來 可是這一天本來就是很容易塞車啊 所以我們要把他變成好 就離開 離開岳母家為主 不要超過五點 你說回到娘家探望 在中午之前 要團成的時候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回娘家是通常 岳父岳母會選 中午的時候宴客 就請丁帥跟女兒 孫子啦 吃飯 你說中午大概就是12點左右的意思 對 所以在中午之前 就要回到娘家 但請記得 回娘家不能 空手道帶兩串香蕉 這樣太 太寒酸 對不對 你先把這個 老師都不一樣 先一樣一樣講 就是中午以前 回到那邊 岳父岳母在家 然後幾點以前 要離開那邊 五點之前要離開 五點之前要離開 是一個建議的概念 不能中午吃到晚上 還吃下去 好 所以通常一般來說 這樣算是 吃一餐飯的一樣 對 因為你還要回家 跟那有時間 我們現在是在台北 你如果大家留給我們看看 回到岳母家 可能要好幾個省份 所以我才會說 要這樣算 計算好那個時間 所以 我們講的就是 早去早回的意思 早去早回 對所以 通常晚上不再留在 岳父岳母家吃飯 這有什麼習慧上的 那個 那個 古早上有幾句話 採早採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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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拜 讓神明看到你 那除了回家 要讓岳父岳母 趕快早點看到你 這個意思 那生常的康牛爸 有什麼事 當然不是告訴你這個意思 是告訴你說 除了回家 除了傳統的民間習俗 吃飯以外 你要帶禮物 對帶禮物 是個學問 禮物就要好事成雙 所以單樓要炸冷湯 當然你比在炸細養 你就炸細養 就不擁 醺蘭的兩樣 是說要帶 那個同商品的兩件 還是說不一樣的東西兩件 不一樣的商品兩件 當然古代 古代那個 就是家裡比較窮 有雞肉吃 有雞腿吃就不得了 有時候 月婦妹 你回家的時候還剩兩架雞 有什麼三天兩架雞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說 不知道這個民間是 所以現在還要這樣送嗎 現在還沒有 那兩架雞抓的手 不是 它就已經就是 就煮好了 不是 古代不是的 古代那兩隻雞是活的雞 要讓你起雞 一隻雞和一隻雞骨 你帶回去後 一隻雞好事成雙 還可以生蛋 還可以生雞這樣傳 現在如果煮好兩隻雞就麻煩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反正你也怎麼懂 然後送什麼樣的禮物 又洗氣 然後又適當 然後又在這個大過年裡面 就可以讓大家再大盤洗 不瞞老師說 因為其實老師真的很忙 我通常除夕要回家之前 就會先送紅包 去給業護業務 那當然有些人 他是 選出了這一天 包紅包給業護業務 好像 我算還不錯 我對家裡比較好 對業護業務沒那麼好 因為媽媽包比較多 業護業務包比較少一點 不用這樣講出來 他們如果看到也會跟你 不會 他們講說補了 下次就多包一點 對啊 所以那個幹 啊對 所以出了回去的時候 還要給那個 娘家的人 長輩啊包紅包啊 還有小孩 小孩當然也要 而且小孩 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通常要看家庭的人數的多寡 對 有時候小孩子你說 我們家四個他們家兩個 哇你包哪一包 他要回你細包他又多了 所以有時候 反正要包來包去 就不用包他 沒關係 請問老師請大家 半熟的一定要 但老師要跟各位講一下 除了吃的菜啊 其實跟廚系吃的菜差不多 怎麼說 因為 鄧妮菜也是要吃 發貨也是要吃 有些人 為什麼 像我老婆他們家是上海人外省 所以他們 會吃餃子 吃水餃 你說過年期間 我要吃大魚肉 幹嘛吃水餃 餃子代表元寶 元寶代表錢 所以要吃餃子 除了這一天的那個 那個中午那一餐 概念上來說跟那個年夜飯是 對啊 一定有魚啊 有肉啊 有雞啊 通常那個雞屁股 還不能對著我們自己 雞頭也不能對著我們 回家給人家請客的概念 對 做客的 嗯 好 除了記得囉 這個很重要 好 除了記得 那個昨天講的是那個 初一講的是那個飯菜 所以今天要講的這些 怎樣 是一個 每個生肖都有好壞 但是 好了我們就不講那麼多 我們要叫你 要注意要當心的事情 好不好 好的注意還是要給人家一點注意 好的你都知道了 就是好的 那今天先講 等一下有一二三四 好我們先寫前面這三個生肖好了 好 生肖屬老鼠的話 因為逢天狗 那老鼠本來就是桃花生肖 所以在今年來講 要防口舌是非 雪光之外 還要注意防者爛桃花 生肖屬老鼠的 但屬老鼠以外還有屬老虎的 老鼠來講的話 今年來講主意外多災 所以開車就要小心 再來主 五鬼官服 就要小心 被人家陷害 五個鬼 代表五方的小人意思 那五方的小人容量 讓你引起官司的訴訟 那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如果孫教授老鼠要求公民 不要沒有順 那我們待會教各位 那如何 剛才除了說 在辦公室的右手邊 擺個印章 或隨身攜帶個印章 因為 既然沒有公民 我們就在印章隨身攜帶 這樣印章在身上也可以 如果說你有辦公室的 有抽屜就可以放在右手邊 當然如果這些還不夠沒關係 人際關係不好的話 那老師建議 你看出去這邊代表右邊 右邊代表人際 在右邊這邊擦一朵玫瑰一朵百合 花可以吹桃花可以吹桃花 如果夠人晚的 工作深圈沒份的 比較沒有櫃的 可以在你的辦公室 右側 我們左右是 做出來看出一個右邊 代表右側 像老師這邊叫右側 右側擦一隻玫瑰一朵百合 可以吹桃花 反正就對了 改善人機 如果是跟同事兩兩對坐的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就是一樣 看你怎麼坐下來右邊 好不好 那生肖鼠兔的話 那今天爛桃花纏身 因為兔也是所謂的桃花生肖 除了爛桃花纏身之外 財也比較不好 所以就即投資 所以現在股市 已經一萬多點非常高 對 那大家都說 未來會更好 那老師持相反的意見 認為這一年 農曆一二月還OK 但農曆的三月 在國立的四月之後 要小心 股市上有重大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大起大落 所以這個一般心臟不夠好 像老師年紀大了 有點心臟毛病 就經不得這樣下一下的心臟病房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以上這個生肖 提供出了觀眾朋友 做一個分享 雖然也提醒他們 有一些就是 可能在概念上來說 要小心的事 你也給他們一點 小甜頭 這三個生肖 有什麼今年 特別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小喜慶 或是小幸運 因為生肖鼠 老鼠 老鼠本身就是桃花生肖 但是有桃花財 所以 今年 建議不妨可以往人多熱鬧的地方 那方向去走 那如果說 你要求貴人的一樣 你可以往你居家 因為今年初二嘛 就是說今年 桃花荒位在西北方 可以往你居家的西北方 的廟去拜拜 或是說 你可以在居家的西北方 可以擺一隻玫瑰朵 擺了可以吹桃花 那如果生肖 屬老鼠的話 通常來講 今年 無鬼寬服 容易犯小人 那其實老師建議 你不妨可以帶個桃木箭 就到 一般的佛教用品店 或是一般機子店 賣小桃木箭 桃木箭 剛好有 好像老師這樣 桃木箭 桃木箭可以隨身攜帶 或是攜小人 因為小人一定要把人計 右方代表人計 所以 右邊抽屜 除了可以擺印章以外 可以擺桃木箭 好像你看 老師為什麼擺在右邊 就是因為右邊 就是人計 攜小人 就是老師平常都來攜 因為老師沒辦法 太紅了 所以小人特別多 人紅招人計 這是很正常 所以就是放在那個右桶邊 是的 所以你看 筆不一樣 筆是四隻毛筆 四隻毛筆你會看到 大 大 中 小 特小 特別大 步步高深 那毛筆為什麼放四隻 不放五隻 不放六隻 因為古代的風水學裡面 四代表文昌 四立訊 四代表文昌 所以筆只能放四隻毛筆 代表文昌 或當然你可以 掛個奎心剃頭圖也可以 筆桶放四隻 對筆桶放四隻 但請要記得 大中小特小 都要長不一樣的 你不要放四隻一樣 你不要放四隻一樣 你看 四隻一樣就等於 有放跟沒放是一樣 四隻筆代表文昌 文昌當然要步步高深 所以說 小 特小 小 中大 叫步步高深 小白兔來講 幸運生育 我們來講說豬 不然生肖屬兔的 因為今年是流年 換桃花 那生肖屬兔 它有三個相合的生肖 兔 豬跟羊 所以你可以帶個小迷羊的 幸運開門 或一個豬的幸運 或是你可以用一個瓷器 這個瓷器 一個豬型的瓷器 放在居家裡面 就可以防止破產 因為 今年生肖屬兔的 除了爛桃花以外 產業並不是很好 所以建議不妨可以買一個 陶瓷類的豬頭的 這個存錢筒 你可以進去 把錢存進去 像老師 這麼多的豬頭 你看 買越多越好嗎 當然是 因為錢很多 裡面真的都要放錢嗎 我絕對沒有做錢 你看 老師的別心 你看 防止結材精神業 哇 一手拿出來 這是要現薄就對了 你看 這麼滿 裡面隨便一萬塊對不對 好 大家真的可以擺一個 像巨寶盆的概念 然後真的把錢放在裡頭 只好拿不下去 巨寶盆上面要放個 防止結材的金錢件就可以了 好啦 老師都是在這裡 跟大家做新年的分享 然後也看到他 就是讓自己怎麼樣 真的這樣擺的 不是看到節目才這樣擺 不是啊 就是老師就是 平時就是這樣 承設他的辦公室 所以老師剛剛一手 就可以拿起來 沒想到 手無伏擊之力 跟大家分享 這表示裡面錢都多 希望大家新年也都是 那個好運旺旺啊 對 沒錯 而且那個 除夕呢沒有測過 你那個 放肅指數的 但我們來做感情指數啊 我們來拿感情指數來測一下 好不好 好啊 當年出山囉 然後不然你睡飽一點也可以 嗯 沒錯 是的 明天見 你睡會兒 我睡會兒 你睡會兒 這樣就在爭為 我睡會兒 還會兒 還會兒 你睡會兒 然後我睡會兒 那個 還會兒 自己睡會儿 我睡會兒 你睡會兒